黑名單篩選 那首先我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上一次有提到說 這個範圍裡面 黑名單Ctrl向下 總共的話會有2222個 這個Email信箱 那我要在這個查詢名單裡面 幫我查查看 Ctrl向下好了 裡面的話假設1000個 1000個人我想知道 这1000個Email信箱 到底它是不是在黑名單裡面 有出現過 那如果說你要比對的話 以前可能就是最笨的方法 就圖法鏈鋼 Ctrl C 複製這一個 然後到這邊 Ctrl F Ctrl F就尋找 Ctrl V就切上 那這個就尋找 尋找有沒有存在 找到了 那找到之後的話 當然你這邊回報 就是這邊就是4 這邊或者44 然後一個一個找 但問題這樣的方法 太花時間了 有沒有辦法呢 一次全部就可以找出來 那這個地方當然不是僅限於Email信箱 比如說像 我在那個什麼呢 有請各位自己在我部落格去簽到 其實簽到我會統計 其實統計方法也是要查說 你們這個到底簽到的次數是多少 那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快速的把兩個清單 這個是我要找的 這個黑名單 那找這個有沒有存在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之前我們講過的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相當好用 就是 插入函數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前面講過有一個叫 統計類裡面的 叫Conif 所以你往下找 有一個叫Conif 這個函數的話 也是我們大樂透 之前有用到過的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那Conif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他要需要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Range 顧名思義就是 你要找的範圍在哪裡 其實就找黑名單裡面的資料 所以Range值的就是這個黑名單 那第二個是這個Criteria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條件 條件是說 你要在這個範圍裡面找什麼 其實就找這個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跟他講說 這個範圍裡面我要找這個有沒有存在 那如果有存在的話 他會給你什麼呢 Countif Countif就是幫你算算看裡面有幾個這個東西喔 所以他如果回來是1的話 表示呢 這個黑名單裡面有他的存在 如果是0的話呢 表示是沒有存在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該怎麼做 做這個 第一個 Countif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給他Range 就是黑名單這邊 點一下 然後跟他講說整個範圍 整個範圍的選舉 特別注意喔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他會顯示什麼 黑名單金探號 表示說呢 他是跨工作表的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A2 再往下 可是特別注意喔 你要再往下整個選舉的話 記得喔 你不要這樣選 因為這樣選會怎麼樣 他2萬多你要跑 跑多久 哇 跑太久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千萬不要用這個方法去選舉 那用什麼方法選舉比較快喔 特別注意喔 我再選一次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要選的話 1優標放這邊 再來怎麼快速把它選到底下 還記得吧 我們有個快速鍵有沒有 Ctrl Shift 向下 有沒有發現 Ctrl Shift向下意思是說 幫我把整個往下選起來 這樣就OK了 意思是說這個範圍我已經選到了 OK特別注意喔 這個方法很重要 你千萬不要 以後再用Excel的時候 在那邊一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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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尤其以後範圍很大的話 你一定會過頭 要不然就是說你要拉很久 OK 那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下 它整個就選起來了 那再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因為待會 這個criteria 我們先點 條件就是它 所以再點一下 查什麼查它 在這個範圍查它 那當然你會發現 它回來就1 1的話表示說有找到 你會發現 它因為是個範圍 所以是等於什麼 等於大瓜湖 大瓜湖的陣列 一個範圍 OK中間會加 那個什麼 分號 都把它隔開 一個一個 分號隔開 分號隔開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我們按確定 它就會幫我 當我回傳1到這邊來了 可是 將來我還需要 把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幫我在找其他的Email 其他Email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範圍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否則的話你等一下 向下填滿 這個範圍呢 會 跟著增加 A2變A3 然後A這個2萬多會變 2萬3變4 所以怎麼辦呢 你記得喔 在按確定之前呢 請你把 這個2 把它鎖起來 這個 這個列號 在列號前面的記得加個錢的符號 為什麼 因為你待會呢 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就不會跑掉了 OK 那再來做什麼 向下填滿 點兩下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可以 把什麼 所有的 這個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的資料找到了 但問題來了 他是1 所以其實我需要最後把 是黑名單的列在哪裡 列在查詢結果 就把它CALL過來 問題來我要怎麼CALL 總不可能說1 這幾個複製 貼過來 然後呢 再來往下 找找找找找是1的 然後貼過去 這樣好像沒有 很符合那個 這個時間效率喔 所以呢 待會要怎麼樣把這些 這些是1的通通CALL過來 這個待會跟各位做說明 還有一點喔 我是建議如果說 將來像這種RANGE 假如他是跨工作表的 而且要是很大的範圍 我建議喔 你乾脆建議個什麼 定義個名稱 以後在RANGE裡面呢 就用什麼 F3 不知道應該有印象嗎 F3就是 我們把那個 那個名稱給帶過來 用名稱的方式喔 來查詢那個範圍 那這個也許你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你 在 這個範圍 黑名單裡面有沒有 把它 取一個名稱叫黑名單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黑名單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把這個範圍呢 Ctrl Shift向下 A2選到向下 那把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名稱叫什麼 叫黑名單 你就把這個範圍 的名稱 叫做黑名單 所以把這個黑名單貼上 記得按Enter 意思就是說呢 我Enter過 意思就是說呢 以後 這個範圍 它就叫黑名單 那我 將來如果再使用它的時候 我剛剛這個地方有沒有 康語符 我們剛剛不是切過來然後再選它在鎖對不對 如果未來你用名稱的話這個就不用了你delete掉 你只要怎麼按F3 有沒有 以後就用什麼用黑名單這個來代替就可以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向下填滿 也OK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呢 其實你會發現第一個你不用選那麼辛苦 第二個的話呢你也不用加個錢的符號了 OK所以 定義名稱其實相當相當好用 尤其是什麼 你的範圍 是在 另外一個工作表的時候 非常的實用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 剛剛我們這個地方 先用康語符做出來 那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什麼 如果我這邊不用 那個 Range如果不用那個定義名稱的話 那我要用選的 要加錢 那我建議用第2種方法 第2種方法是什麼 直接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有不要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直接在這邊輸入黑名單 Enter 以後的話 透過F3 去存取這個範圍 OK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利用那個COUNIF 去 幫你比對說 兩個範圍之間 到底有沒有 一樣 的資料 如果有的話 他就幫你算出幾個 其實如果 我們從這邊也可以 得到 除了幾個之外 有的話是一個 零的話就是沒有 OK 所以一個以上的話 那當然就表示什麼 表示是黑名單裡面的資料 OK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利用COUNIF來做 那第2個階段就是說我希望把找到的資料留下來 就是不是黑名單的 那就不要幫我留下來 要怎麼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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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